可问题是 记者这心里面还是有点打鼓 说这会是真的吗 就这么戳几下 那真的比大医院的高科技 他更厉害吗 就在记者半信半疑的时候 诊所里又来新病人了 这次的病人 是个小姑娘 名叫小杰 今年才六岁 那这小杰得的是什么病人 据说很诡异 时不时的就会自己猛打自己 有点鬼上山的这个感觉 小杰的妈妈呢 也曾经在小杰呢 去过不少大医院 确认 这是一种叫做 孤独症的这个疾病 这种病呢 不仅罕见 还有一个国际上公认的 治疗黄金期 你超过了三岁 一般他就没法治好了 不幸的是 小杰呢 被诊断出这个孤独症的时候呢 年龄啊 他已经超过了三岁 各家大医院呢 都拿他这病啊 没办法 那最绝望的时候呢 小杰妈妈在网上呢 看到了李世平医生的介绍 独门点穴生功 专制疑难杂症 他就带着这小杰呢 来了 而在他们来了以后呢 这李医生啊 他既没有为了小杰耗脉 也没有用听诊器听诊 只是简单的询问了一番病情 看了看这小杰之前的病例报告 他就胸有成竹的 给他们安排了病房 当时啊 这记者他站在一边 亲眼看到了李医生接诊的全过程 他就忍不住就问了一句 说李医生 有没有把握呀 人家呢 马上就回了这么一句话 李医生说呀 说其实啊 他刚刚这话呀 那还有点谦虚了 实际上呢 像小杰这样的孩子 他治一个好一个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下可把记者给震到了 说真的还是假的呀 不会是炒作吧 难道说 此人的医术真的高明到了这样的地步 就是